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是星際大戰五部曲的故事 在上一集四部曲中 獨裁的宇宙皇朝蓋的滅星大炮 雖然被想推翻他們的反抗軍給摧毀了 但他們同時也找到了 反抗軍的基地位置 所以派遣皇朝艦隊攻了過來 啊反抗軍正屬於萌芽階段 所以還沒有實力 能應對敵人的全面進攻 因此被打得潰不成軍 而殘軍目前正躲來一個 沒有其原的那種冰雪星球上 弄了個臨時基地想修身養息 可是皇朝艦隊 並不打算給他們從政旗鼓的機會 馬上派出大量偵查部隊 很快找到他們中機再次攻了過來 反抗軍也只好再次的 一邊勉強抵抗一邊撤離 打算各自逃亡 前往事先預定的聚集點會合 而撤離的過程中 已經成為反抗軍領導人物的小桃茲 跟他的貼身機器人戏多 還有後來也加入反抗軍的 寒英雄和泰迪雄 開著戰機在宇宙中 各種被皇朝艦隊追殺 各種在戰機上 看小桃茲跟寒英雄患難 見真情親親親我我 各種邂逅宇宙廢物怪物 差點被吃卻又沒被吃 因為怪物是廢物 最終他們才靠著 讓戰機偽裝成垃圾 混在宇宙垃圾堆中 躲開敵人視線才順利逃走 但戰機在上面逃亡的過程中 被打得滿殘的 無法進行光速移動 走不遠了 所以他們決定先逃去 附近的賭王星球 找韓英雄的昔日好友 賭王請他幫忙修戰機 這個賭王啊 靠賭博發家致富 後來從別人手上 迎走了賭王星球上的賭王國 現在自己在這 當國王手下一堆過得很爽 把他和當初從他手上迎走 主角戰機的老相好 韓英雄重逢後 就熱情的招待他跟他朋友 要他們好好休息 等戰機休好後再行動 而皇朝艦隊這邊 現在就認為只要幹掉 主角戰機上那群反抗軍高層 基本上反抗軍就滅了 所以下達全面通緝 找各路人馬和僱傭兵 幫忙搜查他們的下落 另一邊重要的反抗軍成員小巔峰 拍戰機逃離冰雪星球 躲過皇朝艦隊追殺後 忽然感應到曾教他認識原力 如今已成為絕地英靈的小巔 以靈魂姿態跳出來 建議他說去世家星球 拜在那邊隱居的絕地武士 世家爺爺為師 學習完整的原力操控技巧吧 那一開始世家爺爺 是沒有想要收這個忽然跑來 看起來又心浮氣躁 沒有耐心的小巔峰為徒 因為這種人難成大器 培養了也沒用 但小巔一直靈魂傳話 說小巔峰其實非常正義 也很有潛力 且他是能推翻皇朝的重要角色啊 你敢不訓練嗎 世家爺爺聽完才勉為其難 看在故人的面子上 開始訓練小巔峰 讓他明白怎麼利用原力這種 存在於天地之間的能量 來進行隔空取物 飛眼走壁感應他人欲之未來之類的 可是學到一半 小巔峰忽然用原力感應到 他朋友寒英雄在賭王星球 要出事了 必須要去救他 但世家爺爺卻說 原力告訴你未來的事 並不是要讓你操控未來 而是讓你提早練習 面對未來的能力而已 理論上你是不會知道海英雄要出事的 你會繼續留下來 完成所有訓練課程 你懂嗎 海英雄理論上是必須面對 他們自己的人生考驗的 你不能去干擾 但小巔峰才不管那麼多 朋友要出事了 豈能不救 就算他的原力運用還沒練好 他也仍然決定換好衣服 帶著他的隨行機器人 藍色安卓 駕駛宇宙戰機 趕去賭王星球救人 此時宇宙皇朝這邊 皇朝皇帝大魔王的徒弟楊過 收到僱傭兵傳來的消息 得知主角戰機降落在何處的 帶兵追了過來 並威脅賭王 把海英雄一群人通通抓起來交給他 不然就滅了賭王國 那賭王為了保存自己國家人民 當然就也只好 犧牲少數人 保護多數人的照著做 而楊過得到人後 就打算等等派士兵 把沒什麼屁用的小桃姿泰迪熊 和看不順眼打壞掉的 系多壓下去幹掉 海英雄則是先拿來測試 賭王星球的一個碳冷凍系統 看能不能把他活生生動起來 變成一個大型碳板 會測試這個碳冷凍系統能不能用 主要是楊過等等打算 把來救人的小巔峰 也給動起來 他會知道小巔峰要來是因為 會使用原力的人之間 如果未來會發生互動 很容易提前感應到 然後會使用原力的人 一般都不好對付 抓到後把人動起來 是防止對方逃脫的好辦法 那為什麼不直接把人殺掉呢 這樣就不用怕人家逃脫啦 這是因為 大魔王感應到小巔峰是個好苗子 所以習猜的他 希望能吸納小巔峰 因此要楊過把人滷回來勸祥別殺掉 而小巔峰趕來後則是打算擊倒楊過 救走寒英雄 可是急失敗 還被對方砍斷一隻手 害楊過忍不住說道 我感應的沒錯 你果然是我的孩子 才繼承了我這種 一定會被砍斷一隻手的血脈 那既然本是同根深 不如你就加入宇宙皇朝 以後和爸爸並肩作戰吧 啊忽然聽到 自己立志除之的敵方大將 竟是自己親身老爸 這晴天霹靂的消息 令小巔峰震驚的意思之間 不知所措 加上他打不贏對方 也不想投降 一路下滑的滑出了 浮在天空的賭王城 在剛好抓住了路過的天線 躲過一劫 沒從天上掉下去摔死 另一邊賭王還是良心崛起 不忍心看小桃之一火 被壓去幹掉 因此帶手下跑來 打倒看壓他們的士兵 再給他們武器 想帶他們逃跑 但槍身引來 更多皇朝士兵雙方展開基站 然後經過了一番你追我逃 我射的中你 你射不中我後 他們就巧遇了陪小巔峰過來 被安排在一旁待命的藍色安卓 在帶著他一起逃來廣播塔前 賭王享用廣播器 通知全國人民盡速撤離 因為你們的國王 協助反抗軍逃跑 等等一定會被皇朝報復 所以不想死 就快逃吧 通知完後 賭王就跟隨小桃之一夥 躲上了修好的主角戰機 咻的一聲桃之夭夭 可是逃到一半 小桃之忽然感應到 小巔峰就在附近 且需要支援 喔小桃之其實是小巔峰的妹妹 他不知道而已 然後也因為如此 等於他體內也留著陽過的血脈 而這種血脈的原力就很強 所以他雖然還沒經過訓練 也不懂怎麼使用原力 可是他還是不自覺的靠原力 感應出小巔峰出事了 因此他開戰機回頭 接應小巔峰 讓他跳上主角戰機 再帶著他使用光速移動 甩開敵人 逃之夭夭 飛來反抗軍從冰雪星球撤離後 預定的聚集點 跟反抗軍殘存艦隊會合 同時替小巔峰 進行斷手治療 做了隻假手 做完後 他們就跟賭王討論 該怎麼去拯救寒英雄 到這邊五部曲的故事就結束了 等等記得繼續來聽六部曲的故事 看看一直被打壓的反抗軍 究竟該如何反敗為聖掰